週末的賣場人山人海 過年就要到了 許多民眾準備在家圍爐 為了方便 覆熱年菜成為不少人的首選 有聽人家講說 好像還不錯 很多人在買 賣的基金有喝過 我們大概知道 對 阿翔說 應該不會踩雷 聯手知名餐飲 推出冷凍覆熱年菜 今年賣場的備貨量 比去年還要多一成 預計銷售的高峰期 會在下週看好商機 包括異鄉斋 鼎泰豐 棚園 紅豆石斧都有合作 在沸騰到冒煙的鍋裡 涮一片油花均勻的肉片 麻辣鍋搖身一遍 圍爐新寵兒 把不同的食材裝進薄冷袋 年夜飯外帶麻辣鍋 相較去年的銷售 提高兩成 還在持續成長 那有很多民眾 其實在11月12月的時候 就已經在詢問說 今年的過年期間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一個 預訂方式 或者是有沒有年菜 可以做預購外帶 剛釋出外帶年菜方案 預訂的客人就超過上百組 不同以往到餐廳用餐 火鍋跟名店 年菜銷量增 疫情影響也改變圍爐形態 三地新聞黃新城 身外一台北採訪報導 咸 咸 咸